好,那这是清洁,那我们清洁完了之后 我们一定就是还要让我们的皮肤恢复成一个弱酸性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都知道水也是有性质的,对不对? 那水它是什么性质的呢? 那我们以前学过化学,化学老师有教过我们,对不对? 黄色是弱酸性,中性是绿色,碱性它就是蓝色,对吗? 好,那我们的水也是有性质的,那我给大家测一下我们的水是什么性质的,好吗? 好,那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水它是碱性的 好,那因为酸碱会起中和反应,对不对? 小时候,不是小时候,中学的时候化学老师有教过我们 那黄色弱酸性,你用的洗面奶大部分很多都是称偏碱的一个状态 或者是碱性的 那你如果碱碱相加冬天的时候,你皮肤就会非常的干 因为它会破坏我们的皮脂膜 所以呢,我们需要一款人工再造皮脂膜的化妆水 好,让它瞬间皮肤恢复成弱酸性的一个状态 因为皮脂膜被破坏之后,它恢复那个状态需要一定的时间 所以我们把化妆水,好,这个,给它二次清洁在脸上的时候 好,你看,原来它是碱性的,对不对? 你看,它就变成弱酸性了 好,那这样子,接下来你的这个保养品才能够说被吸收的最好 好,所以一定一定这个,用完之后一定要用这个化妆水 那很多化妆水,我不知道它有没有这样的功能 因为我曾经有测过一款,也是一款化妆水 它也是200cc,9000多 也是一个蛮出名的一个牌子 它就没有办法 好,所以我们的化妆水不单单只是保湿 好,它还要带有皮脂在造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皮肤先恢复这个状态 好,然后接下去才去进行我们的保养 好,那这是化妆水 好,化妆水呢,一定要用棉花清洁之后 然后呢,再倒在手上 好,再敷两下 好,就可以一般用三遍左右就可以 如果你很有时间,你也可以多敷几遍 因为它这一款是洛贝尔奖技术的肌肤水通道在里面 所以你有用这一款,它是任何年龄,任何季节都需要的这一款 永远都不会断 好,这个保湿水非常好,非常的便宜 好,那这是调理部分 好,那用完了化妆水之后呢 好,那现在我们都会用剥料霜,对不对 因为它可以美白看氧化 好,看那个,就是叫什么,皱纹,看皱 好,所以呢,这个剥料霜 大家也可以看你整个年部的用量 半管或者一管早晚用 那现在因为夏天,它是有精存维系在里面 非常容易氧化 所以大家用完一定要放到冰箱 一定一定要放到冰箱 不要放外面 你看我放外面,还不到一周耶 还不到一周,已经开始有点微微发黄了 好,所以等一下把它放到冰箱 好,因为用的比较快一点 好,这剥料霜 那剥料霜用完之后呢 我们就用这个美容液 好,那美容液也是 它是个性定制款 好,所以每一个人用的都不一样 那,不管是哪一款 我们都要加一个保湿 因为它是原液 好,加你自己需要的 比如说你想要美白,你就美白 你想要美白加保湿,就美白加保湿 那它一款原液里面最多可以加三款 好,不同的这个个性定制 所以根据季节 根据你的皮肤状态 你都可以随时去变化 好,非常非常的厉害的一款 这个美容液 好,个性定制款 它可以定制出25款 好,这样子 所以我们人的皮肤最多只有五个性质 好,但是呢 它可以帮我们变出25款来 好,所以非常的厉害 那美容液呢 一定要用不用冷的 它就没办法吸收这个营养 因为美容液里面含的营养是最最最最丰富的 所以美容液 完了之后呢 好,那夏天呢 会比较推荐大家用这个美白的这个卤液 那如果皮肤还是很干的人 可以用那个香棒遗漏的这个颜色系列的这个 就是乳液 因为乳液呢 我们上面用完水 下面要用最后要用面霜 对不对 那水跟油它是会打架的 所以呢,乳液它可以暖化 LavREAM